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这一集 我们要来探讨几个小人物 但是这些小人物 后来却成为很大的影响 从这些人物当中 其实就看到神可以使用任何人 好 第一个小人物 今天跟各位一起分享的 叫做亚伯拉罕 哇 你一听觉得好奇怪哦 什么亚伯拉罕这小人物呢 当然亚伯拉罕后来不是小人物了 影响千秋万世了 但是假如我们看 亚伯拉罕最初在圣经中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他跟常人差不多 亚伯拉罕的故乡是吾尔 在吾尔城了 当时的文明是非常高度发展的 他们有专做的房屋 两层的建筑物 优秀的排水和进水的系统 然后他们的宗教祭祀的仪式 也非常的复杂 在现在的角度来看 哇 他们的文物出土之后 我们发现吾尔城在几千年前 文化已经发展得非常的兴盛 在两河流域的这一个地理环境之中 难怪了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了 在当时 而亚伯拉罕就是出生在这个大城市里面的其中一个小人物吗 你看看现在任何世界的大城市 随便找一个人都是小人物吗 是吗 是的 不过亚伯拉罕呢 就跟着他父亲离开了吾尔 到了哈兰 那个时候谁也不认识亚伯拉罕是谁啊 而其实当时他的名字还叫做亚伯兰 好了 不管是亚伯兰救命或者后来改的亚伯拉罕呢 总之没人知道他是谁啊 那父亲在哈兰去世了 亚伯拉罕马上就要做个抉择了 就在这一个关键性时刻 亚伯兰领受了上帝的呼召 耶和华呼召他 要他继续向前走 不要回家了 要他离开本国 本乡和富家 要到神要他去的地方 于是在《创世纪》十二章 就记载了这一个小人物 人生的转捩点 那就是跟随上帝的呼召 向前走了 那后面的记录 那就是丰丰富富了 圣经有多少篇幅讲到亚伯拉罕了 简单地说 他就离开了哈兰 当然也就是离开了吴尔了 于是就向迦兰地进发 加兰地是什么地方呢 现在我们说加兰地是流来与密之地 也不错 不过绝大部分的加兰地是旷野 而所谓的流来与密之地 是在旷野中的少数的绿洲啊 这样子看的话 这一位在吴尔大城中的小人物 亚伯兰 当然后面叫亚伯拉罕了 改名了 于是就这样离开了这个文明鼎盛的吴尔城 竟然回应上帝的呼召 去到一个基本上是旷野的迦兰地 当然他的人生不只是停留在迦兰地了 他还曾经去过埃及了 那么漂流的人生之中 回应上帝的呼召 亚伯兰就成为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的意思 因为上帝呼召他 要他成为多国之父 而且上帝给他的盟约 我们叫做亚伯拉罕之约了 那就是他要祝福多国 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 都可以说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嘛 信心的子孙嘛 因为亚伯拉罕就用信心回应了 耶和华上帝的呼召 那亚伯拉罕的人生 当然还有好多细节 我们都可以慢慢讲了 但是今天我希望 大家用一个宏观的角度 看看一个小人物怎么样 因着一件事情 一个关键 一个步骤 一个信心的回应 那就是回应上帝的呼召 亚伯拉罕被召 离开自己的家乡 就一生走在上帝的路上 而带来千秋万事的影响 小人物可以为神写大剧本 被神使用在神的大剧本里面 假如你觉得你是一个小人物 没有关系 上帝使用每一个人 包括你和我 成为大剧本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亚伯拉罕因着信 于是就回应上帝的呼召 求主 让我们明白 上帝呼召我们 往哪里去 就算真的离开一个 鼎盛的状态 进入一个相对 荒芜的迦兰地 我们也愿意 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上帝就能使用你和我 愿主祝福你 平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